推特发表新评论Print 凡中国美国中美贸易赞特朗普派定心丸致 中美贸易协议好处必向美青协作者小山发表时间02-07-201 9分改时间2019年2月7日发表时间12点19分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4月10日在记者会上法新社Solo 美国 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前在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G2 零 峰会会面后 同意重启贸易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方面表示 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已经开始 根据特朗普的说法 美国不会接受贸易 协议妥协或禁闪两国对半分 优势必定要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利美方的 方向倾斜倾斜 据路透社消息说 特朗普成东美贸易协议趋在一定程 路上向有利美方的方向倾斜 据美国总统周一表示 与中国的贸易磋商 正在进行 任何协议都需在一定程度上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倾斜 报道指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六在日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 其二十 峰会期间会晤 并同意重启贸易谈判 两国的上一轮谈判 与五月破裂 特朗普周一对记者表示 美国和中国的协商人员目前 进行了许多电话沟通 但他们也在会面 会谈基本已经开始 据特朗普说 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达成协议 特朗普表示 他预计中 国的协商立场将更加接近美国立场 两国的贸易协商在五月破裂 美 国旨得中国撤回改革承诺 特朗普称 在贸易问题上 中国大战美国 便宜已经很多年 特朗普说 因此 协议显然不能是对等的协 一 协议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利 据东网的消息 特朗普指 中美贸易谈判已展开 特朗普重申不接受五十分之五十协议 特朗普在 白宫接受媒体访问时 被问到两国贸易脱商是否重启 特朗普回应称 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惊异恢复 他续指 双方主要透过利用电话进行 会议 不过也有进行面对面会晤 报道之 特朗普又认为 最后协议应 该倾向对美国有利 指中国多年来已取得大量优势 他补充 以目前 中美贸易顺差来看 美国只有损失 更不能与中方达成五十比五十 等贸易协议 报道称两国元首上周六 六月二十九日 再居二十峰会 会面 当时双方均同意重启对话 美方更表示不会加征新关税 当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预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